本來看起來是平凡無奇的整個一個紙箱的樣子 它可以把它設計成大胎 然後好像可以又掀蓋的那個感覺 那像有一個那個垃圾桶造型的 它還設計了一個巧思 就是我們可以動一動它的尾巴 那它就可以打開來 那在主題上面小朋友做的那個分類 也有一些小小技巧在裡面 你可以從一些小洞或者是大洞 它會幫忙做一份內容的 像光碟的它就做成一直線 那打開來看的話裡面又別有洞天 那整個看起來是小朋友的創意 跟思想思考是很無限的 那就今年的小朋友的那個創作來講 小朋友都是很有創意的 所以我們主要也是一句主題 加上小朋友的一些創意的表現 來做一個那個評審 那整體來說小朋友們的創意都是很好的 那比賽總是要評出高低差別 所以我們從整個的小朋友的製作的創意跟造型跟主題 那主選出了有前三名加上五位的那個佳作 那就我們今天的那個商務評審的內容看起來就是 小朋友的創意加上主題 然後整體的表現來講 整個作品就是整進在這邊 那應該主題為最主題 很主題的 儘管的大借環保福利堡一個比賽 尤其今天我們今天要來針對戰略健康 來對著別人 可以告訴我們甜品的作品 真的透過我們小朋友的一些掌揭 利用我們的一些資源回收的東西 來創作很多的作品 讓我們甜品的作品 這條文章說真的不簡單 現在我們的小孩能夠有這種巧思的創意 真的突破了一個誓 可以告訴我們透過這些作品 可以告訴我們這條文章說真的不簡單 透過這個作品就能夠做一個呈現 今天我們這邊有很多人來看 真的有很多人來看 越少許不簡單 這次要出現什麼的月面有多少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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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7 4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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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拜拜 拜拜 好啊 好啊 請